到大上帝庙啰 创立70年1661年 这里大有来头 为全台首建奉仕玄天上帝之冠庙 也是国殿古迹 北极殿所在的旧岭 是当时台湾地势最高的地方 在当地有据鼠宴 上帝庙请前 水仙宫延前 一指北极殿的石阶和水仙宫的屋檐平行 而别名大上帝庙 是与位于士坎罗附近的小上帝庙 开机灵幼宫相较而来 选天上帝是明朝的重要信仰 受明朝历代皇帝所敬奉 也是明朝正帮护国之神 想邀仆魔之神 战神 许多民众认为玄天上帝会保护孩童 所以每逢农历三月三日上帝爷圣诞那天 都会带小孩祈求平安 这边有冰檀跟绿豆糕哦 拜拜顺序 这边有几种不同的符 作用在庙的墙上有说明 感觉这冰檀水洗几个还不错 潜湿在这 正殿大上帝 钱还有二上帝 大上帝今生为泥宿 二上帝是软身金尊 二上帝则为当初跟随正成功来台 可谓开机上帝宫 北方黑石球角断魔神剑 蛮大的哦 要过去后店拜拜了 要过去后店拜拜了 这边拜的是观音菩萨 非常庄严 十八罗汉 祝生娘娘 周公与桃花女 这边有文物展示 真的不容易 很多东西都有保存下来 帝爷的神帽 逆角的照片 逆角的照片 据说北极殿所在地 在荷兰时期 曾是一间汉医馆 正军工台时 占有此处以一致上兵 后来即将此医馆改建成北极殿 以前的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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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殿所在旧照片 是一致上的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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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的旧照片 因为爱上的旦有城北极殿 北極店還有很多歷史與信仰文化 有機會可以來拜拜喔 拜拜完來吃個小甜品 先醬囉 下次見